各位車友大家好 今天是賓士Smart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它裝無線科技的A34 它一交車的時候 它就已經有 有換安卓機 然後又有加環境 可是 那時候的時代是雙核心 你現在看到的是八核心的 打方向燈馬上就切換 非常的迅速 車主他一交車他就有買了 他就覺得這個速度跟他以前的反應時間差很多 這個是我們店裡的日光燈的情況 關閉360 非常快速的跟大家講一下 打開導航 打開導航 已經打開導航了聲控了 打開右試 關閉360 打開後試 關閉360 為什麼我一直在那邊念 就是要讓大家看到這個聲控的功能 就是 Smart的 內裝 那一樣它有聯網 所以在上面那個Wi-Fi的符號 可以進行 例如 Vanzt YouTube KKBus Netfix OK 那如果你是蘋果的車友 你也可以使用Z-Link 做插線carplay的方式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都說360 360 360 那他的影片存在哪裡 這邊有個攝影機的圖像 你就可以看得到 剛剛 剛剛做了什麼 那他這個圖像是像魚眼這樣 那你只要隨身碟拿出來 因為我們會贈送一個32G的 那如果遇到需要報案的話 就拿出來就好了 相當的方便 光控大小聲 OK 那導航的部分呢 是正版的 所以是可以更新的 來更新的部分 我們看這裡 設定 回去就把登錄註冊 然後Wi-Fi給它 圖字下載 可以更新喔 你也是開Smart的嗎 如果是開Smart的朋友 真的可以考慮 升級我們的A34 這台剛好是有軌跡的 所以他導車的時候 軌跡線會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相當的清晰 好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 帶你 在這條 好的 別的 我們下一個